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G suspended 什么叫G suspended呢? 用中文意思来讲的就是说G挂流三和弦 大家知道三和弦是由三个音组成的 一般都是由两个三度叠子而成 那么呢,这个G suspended的和弦是基于G上的一个三和弦 但是它的明显不是属于三度叠子的和弦 是把第四音来代替第三音 也就是说把三音移高一个半度 好,你看看,G,C和D三个音 这个就是说G suspended三和弦 好,同样呢,它有两种转位形式 第一种转位形式呢,把第四音作为最底下这个音 五音不动,根音呢,放在最上面 第二转位形式呢,是把五音放在最底下 根音和第四音放在上面 同样大家知道,这个吉他呢,它是比较适合于少弦 或者是分解和弦的这种形式弹 它同样呢,可以每个转位都可以把它分解 这个和弦听起来呢,是比较稳定 没有那么的倾向性 因为它这个里面呢,没有出现任何有导向的音出现 比如说B或者是F都没出现 所以这种没有倾向的这种和弦呢,是比较稳定 有点接近于我们这个汉族的这个五声吊式和弦 大家来听听 大家听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要同感 属于这种民族吊词的一些和弦形式 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把这个和弦的结构再强调一下 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弦讲座 它这个和弦呢,是基于在根音在G上面的一个三和弦 这个第三和弦的特点是与大三和弦不同的是把三音变成了第四音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叫做G挂流三和弦 同样它有两种普通的转位 一种是把第四音放最底下的第一转位 和把第五音放在最底下的第二转位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